煎、炸、焗 这三种烹调方法各有什么特色呢? 首先讲讲煎制食物 煎食物的做法有很多 当中干煎和湿煎有什么分别呢? 干煎是指煮时不会加汁醬 煎好之后才加入调味料再煎至干身 湿煎就是煎好之后 加入调味汁和馅汁兜均 还有其他煎制方法 例如多数用来煎鱼的煎风 做法是将鱼煎到金黄色 加入调味汁 之后盖盖焗熟再打芡 而煎样就是以慢火煎熟让入鱼肉的食材 再用汤汁煮或者直接淋 提到炸食物就要讲下油了 有人说初炸橄榄油不适合用来炸食物 究竟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初炸橄榄油的烟点低 用来炸食物容易变质和冒烟 产生有害物质 所以只适宜用来做沙律 酱酱汁或者低温煮食 炸食物就最好用回烟点较高的普通橄榄油 最后讲下烤这种烹调方法 很多人以为烤是西式烹调法 其实中式煮食都用到 两者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西式的烤是指将食物放入烤炉烤熟 而中式就是通过包裹方式 用盐和泥土等整熟食物 例如客家名菜盐烤鸡 是将鸡放入盐堆烤制而成 而江苏的乞丐鸡 就用糖泥包着鸡灰烤 你又有没有吃过其他烤制的菜式呢? 到目前为烹调尾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